大家好 这里是俗说宇宙 我是林伯 非常抱歉 国庆回了趟老家 脱更了一周 节前咱们把太阳系的行星讲完了 收到很多留言 想让说说尼比鲁 这个说实话和天文好像没太大关系 倒是和历史有点关系 因为这颗星球它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文字记载 而不是天文观测 它的起源非常早 早到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第一个有记载的文明 苏美尔文明 歌词里的经过苏美女神身边唯一女神之名许愿 这里的苏美就是苏美尔文明的苏美 它是两河流域梅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早期阶段 后来的古巴比伦已经是比较晚期了 之前咱们一直聊的都是物理天文方面 这次的内容有点偏文可 今天聊的基本上都是基于古代文字记载推测的 所以这期大家可以先当故事来听 不用太过纠结真假 刚才说到苏美尔文明 尼比鲁的由来就是出自当时他们的文字记载 尼比鲁是苏美人的教法 巴比伦人管它叫马杜克 据说苏美人还把尼比鲁称为第十二个天体 为什么叫第十二个天体 因为另外那十一个天体就是八大行星加冥王星 再加上太阳和月球 正好是我们之前讲的那十一期的内容 这是当时的人类站在地球角度 对于天空中主要天体的认知 而这个尼比鲁就是除此之外的第十二个天体 其实苏美人也并没有直接说尼比鲁是天体 它只是苏美人的神明 它原本的意思是渡船 根据考古资料 这个尼比鲁每三千六百年会来到地球一次 这个和对尼比鲁星球轨道的描述很类似 它的轨道非常扁 有点像彗星的味道 所以它的公转周期非常长 每三千六百年才会经过地球附近一次 这个就有点渡船的意思了 大约在四十五亿年前 安努纳基人 或者我们简单点就叫他们外星人 这帮外星人随着尼比鲁星球来到并登陆了地球 他们来地球干什么呢 可能是开采一些资源 你要问地球上有啥资源 值得他们能来开采呢 据说是挖一些黄金什么的吧 毕竟这种重金属元素在宇宙中才是稀有的 有趣的是 在苏美人的记载中 开采黄金的地方 考古学家们还真的发现确实有金矿 而且在矿坑中 甚至还发现了类似人类的骨头 但是这些矿坑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 十万年前的原始人 他们要黄金干什么 所以猜测这些黄金是当时的外星人需要的 不过刚开始来的这群外星人 主要是干些体力活 而不是什么领导者 等过了很多年后 这群劳动人民开始有意见了 要拔工 领导一看这怎么办 诶 正好地球上有动物 可是这些动物质力太低了 没法用啊 于是外星人就用他们自己的基因 对地球上现有的物种进行了基因改造 用这些基因改造后的动物 来帮他们继续干活 这就是早期的人类 所以那时人类将这些外星人视为神明 随着基因改造的不断改进 这些早期人类慢慢变得有点现代人的样子了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并没有生育能力 也就是没办法自己产生下一代 老一代的淘汰以后 每次都要重新通过基因改造 来创造新的个体 外星人自己也觉得怪麻烦的 于是他们就又改造出了可以生育的人类 但是自从这些改造后的人类有了生育能力 加上此时的人类在智力上 已经完全碾压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动物 于是事情的发展就变得有点超乎预期了 人类就像病毒扩散一样 迅速蔓延全球 这个时候金子可能也挖够了 那些外星人开始准备撤离了 但是也有一小拨人不想走 毕竟回去还是个底层劳动者 在这里还能当当人类的领导 挺好 那这些泛滥的人类怎么办呢 地球的资源眼看已经不够用了 于是当大部分外星人走后 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制造了一场大洪水 直接袭准全球 把大部分的人类以及之前的文明痕迹全部淹没 等大洪水过后 没走的这些外星人 以及少部分幸存的人类 从方舟上下来 重新登陆陆地 他们重新登陆的地方 就是美索布达米亚 于是现代人类有记载的第一个文明 苏米尔文明就这样诞生了 这就是尼比鲁带来的苏米尔文明发源的故事 这个故事听起来挺传奇的 但是和很多历史记载 包括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都能对得上 所以不仅仅在考古界 科学界对它也很感兴趣 比如有报道说 NASA在1982年曾经发现了这颗星球 不过后来官方又赶紧重新 搞错了搞错了 至于真的假的咱就不知道了 还有比如对小星星带的形成 根据苏美人的文字记载来推测 说是尼比鲁曾经撞上了地球的前身 叫蒂亚马特 然后分裂成了两块 大点的这块跑到了金星和火星之间 成为了今天的地球 而另外那块小一点的 则被撕裂成了无数的小颗粒 最终成为了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星星带 这个和之前法厄童的猜想有点类似 说小星星带是早先这颗法厄童星的碎片形成的 不过类似的猜想目前已经被西级盘模型所取代 现在的大部分天文学家都认为 小行星带中的小行星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就存在的 只是这个区域由于受到了木星巨大引力的影响 所以一直没有聚集成单独的一颗行星 关于尼比鲁以及它和地球文明的起源 可以给感兴趣的推荐一套西秦的畅销书 地球编年史 这套书一共七册 曾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书中的观点应该说属于比较激进的理论 但是又能拿得出很多考古文献来佐证 感兴趣的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历史或者是小说来看 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了 我是林某 诉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